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 这个上面有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 预备起 天国好像一个王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人就福福拜他说 主啊 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住他 掐住他的喉咙说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要求我 我就把所欠你的都免了 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 向我怜悯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 你的弟兄 你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将这段经文交托在你的手中 也将使女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亲自的赐福和祝福 像你祝福五饼二鱼一样 举在天上 然后向着天祝福 神呢 他就喂饱五千人 并且有鱼 主啊 我们就是那五饼二鱼 求你亲自的来祝福 也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时的话语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 那大家就读了这段经文以后 就 其实刚刚的那个宽 饶恕啊 我本来是要 我本来是想要这个 本来是想要等一下再告诉大家的 但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的题目取名叫饶恕 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好不好 你再看真言书十九章第十一节 预备齐 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这是 饶恕也是一种美德呀 我先把这样的一个蓝图 这样的一个 就是宽恕人的过失的 这样的一个荣耀的 这样的一个蓝图给大家 好 我们 那我们往下看看 饶恕到底是什么呢 饶恕不是忘记 很多的人就说 我曾经跟 跟这个 有的姐妹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到底这个饶恕 是不是就我忘记了 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大家觉得有可能忘记吗 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不可能忘记的 况且 到了天上的时候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会重新再翻一遍的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记忆 我们经历过的所有的一切 都在我们的脑子里出藏 不可能忘记的 所以饶恕不是忘记 饶恕也不是为对方找借口 你不能说 这个人伤害我了 你就不能说 他怎么怎么地 就我觉得就 你就说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接纳他 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那种 好像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说 就是那种 好像一个球 浑身带刀片的那种 然后就 会 会伤害大家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 你就 你不能一直在为他辩护 不能 一直的就迁就 说这个 没关系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饶恕不是为对方找借口 那饶恕到底是什么呢 饶恕是不再纪念 什么叫纪念 就是不再纪 不再念 这件事情 不再对你产生任何的影响 它是一个中性的 它是你的一个过去 可是当你提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你一个 就不会再牵动你的什么情趣 饶恕是 你不是一直在碎碎念说 他对我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就是伤害我 他怎么样 他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饶恕不是 我觉得饶恕是 我觉得饶恕是这种 就 他 过去的事情 他就是一个过去的事实了 你现在不再一直的在记着他 一直在念着他 一直心里都 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事情 饶恕是 饶恕是放弃恨的权利 你如果一个人伤害你了 你有恨的权利 你有恨这个人的权利 恨发生这个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可是饶恨是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 说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 这也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特别会教育孩子的教育家吧 或者说他是专门就是做这种儿童事工的一个 一个基督徒 他写出来的一个故事 他跟他孩子之间的互动的一个故事 他的孩子在跟小朋友一起玩呀 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他那个小朋友就伤害他了 小孩子就哭着来找他的爸爸说 那个我受伤了 然后就他的爸爸就不是立刻的怎么样 当然他这个是有他的一定的这个什么的 然后那个爸爸就等他哭完了以后 就过来就过来安慰他说 那个嗯 你很难受是吧 那嗯 那个你要不要原谅他呀 还是你要不要就 这个小孩子就说 嗯 如果他要向我道歉 我就原谅他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 对吧 那嗯 他的爸爸并不是 并没有教训他 或者是给他讲一大堆的大道理 他而是做了一个游戏 他就跟他儿子说 那个那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他拿一根绳子 就把他的 就把他儿子就绑起来 然后 他 他的爸爸就在绳子的另外一端 就一直摇啊 晃啊 然后 他的儿子就跟着这个绳子一直在晃 那他晃的 当然刚开始也许会 就是他以为这个真的是游戏 可是 就后来他真的知道说 哦 这个晃得很痛苦 然后他就求他的爸爸 说你停吧 然后他爸爸说不行 你得自己想办法 后来 后来时间久了 然后 他儿子就想办法 把这个绳子解开 跳出来了 那他的爸爸再晃这个绳子 这个儿子也不受影响了 所以讲到这里 其实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吗 仇恨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你不饶恕 你也是这样 你就一直被他迁移 你的情绪就得一直跟着他动 我们有我们是可以跳出这样的 为什么要饶恕呢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会被伤害 如果你不会被伤害 就不需要饶恕了 饶恕也是神的命令 虽然我觉得我很不想被 我很不想用这个神的命令 来压大家 或者说压自己 可是饶恕确确实实是神的命令 就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一样 最后一节说 如果你不饶恕你的弟兄 神也不会饶恕你 你就会被交给掌刑的 然后还有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说 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些都是神对我们的 都是神对我们的命令 主导文当中也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饶恕才能和好 很多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六节的时候 马太福音六章六节那里说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亲 饶恕你们的过犯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是当我们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 就一直有一个人 隔在我们和神的中间 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 有很好的 有很好的那种和好的关系 当然了 更不用说你跟这个人之间了 虽然说饶恕是神的命名 可是神是非常爱我们的 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 神的旨意是纯全的 善良的 可喜悦的 他就是希望我们得到这个祝福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 我们与神的那种密切的关系的祝福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 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密切的那种祝福 所以他才说我们要原谅 我们要饶恕 饶恕了我们才能跟神 跟人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包括跟自己 当你不饶恕的时候 你就抓狂 你甚至不能满意你自己的很多的这种作为 你就觉得说我怎么能这样 饶恕了才能才能和好 包括与自己和好 那么到底我饶恕有这么多的好处 到底怎么样才能饶恕呢 我刚刚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生活在这个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我们看每一个人 都是犯了罪的人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区当中 肯定是会有 会有彼此磕磕碰碰 或者甚至你越亲密的关系 就越会产生摩擦 我们看人都是一样的 今天这个圣经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经文真的读得很好 就是我们看都看得合乎中道 看我们自己也不完全 看我们周边的人 看我们周边的人也都是堕落之后的亚当 那种不完全的状况 所以才会彼此伤害 也看神对我们的饶恕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最后说 我这样的饶恕 我这样的免了你的债 你不你岂不也当照样免了你同伴的债吗 主导文章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神也饶恕我们 我们看刚刚那个经文 刚刚那个经文 他犯了 就是他欠了欠了多少 我们看一下 对他欠了一千万两 那一般的这个人的能力 就他的同伴欠他十两 都没有办法还的 十两他都需要要要求他的同伴 我们欠神一千万两 神原谅了 神一笔勾销了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的是那么的多 以至于 以至于我们那种连十两都不够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想象 或者说没有办法 甚至你连尝试的能力 都没有来偿还的这种能力的 神都一笔勾销了 当我们把眼睛放得这么高 这么宽的时候 人对我们的得罪 或者说那十两 我们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 我们还看 一切都是出于神 圣经上有一句话讲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这里讲到说 可能这一段经文 每一个人都会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身边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有时候也许你非常的不能理解 有时候也许或者是 这种出于外在的 不是人为的这种伤害 或者是怎样 那种就比如说 这个一个人就不小心 发生了点事 可能不是人为的 然后他就 很不明白 神呢到底为什么 也许他就是为了 叫你能够安慰 同样有这样经历的人 一个人 神把他安排在你身边 一定有神的美意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当你真的是 扶救下来 安静下来 真的是接受 神给你身边安排的 每一个人的时候 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在一直的提升 你像竹竿一样 你像竹笋一样 在蹭蹭蹭 很快的再往上涨 可是如果你不能原谅这个人 你就是不能接纳他 你就是不能包容他 你就是不能接受 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礼物的时候 你发现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你还是会遇到同样的课程 你还是得再重新的 比如说一个考试一样 一个学习一样 你不及格 你就继续的补考 所以神给我们身边安排的这一切 身边安排的 甚至我们就觉得很烦 不能接受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些都是神要带给我们的祝福 要让我们的生命 有新的长进 那我们有一些观念上的 好像刚刚说 心思意念的更新了之后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你不能说在背地里 或者你祷告的时候 你就说 阿神的我原谅他了 然后谢谢你给我原谅人的能力 然后结果你第二天见到他的 你还是这样 然后人家跟你说话 你还是不理 我觉得这个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当一件的事情 也许一个坎儿 你过不去的时候 或者说一个人 他得罪了你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我就觉得这个人呢 我怎么地都爱不来 我怎么样 我就他有很多的话 我都觉得对我太伤害了 可是当我真的是放下我的这些 或者说 我就背地里祷告好了 我就觉得 阿神啊 我要这个知取 你给我的这个 原谅人的 饶恕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我真的走出去 然后开始与人打招呼的时候 我就很简单的 也许只是一个 你好啊 你最近好吗 很简单的 一切都解决了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你打招呼 或者说你张嘴的时候 还很困难 非常的困难 可是之后的那个喜悦 你打招呼了之后 你跟他之间的那个沟通 可以很好的 真的那种 好像饶恕了之后的那种和好 你享受的那个美好 那个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不仅仅是 心思意念上的更新 也要靠着神 给我们的能力 靠着靠着信心 来去走出那一步 来去真的是 与人说和睦的话 与人有很美好的沟通 可能刚开始会非常的困难 可能刚开始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阻挡 你的先天的性格的阻挡 面子的问题 这种环境的问题等等 可是当我们真的是勇敢走出去的时候 真的跨出去的时候 与人说那个和睦话 放下你的那种伤害 真的是再去与人说和睦话的时候 你会尝到神给我们 真的是饶恕之后的那个祝福 好最后 愿神都祝福我们 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 饶恕的能力 然后释放自己 也从神那里得到这种 与人和好 与神和好 与自己也完全的和好 这样的一种美好 谢谢 感谢神 解经式分享 或者有人说是灵异解经 经文式的分享 我们先做一祷告吧 主啊 求你将彼得那样的讲道恩赐 留同牧师那样的讲道 神与他同在的能力赐给我们 在余下的十五分钟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 每一个同学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先来一段经文 我念就行了 马可福音第二章 一至五节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百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钱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 就把摊子连所躺的褥子都坠下来 耶稣 建了他们的信心 就对他们的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耶稣 耶稣来到了加百农 耶稣来到了我们当中 自从始祖犯罪在伊甸人 神一直在寻找我们 耶稣说 你在哪里 神在寻找我们 耶稣也一样 耶稣来到加百农 耶稣走到我们当中 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不是我们寻找神 是神在寻找我们 有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想必这个摊子很重的 需要人抬 我们传福音院有时候很懒惰 就打个电话 我为他祷告了 有时候需要抬的 尤其在美国 你要像我这样 你得去拉 你开车去拉 就是我们传福音院 我们看这摊呢 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我们要把他这个全人 一并地带到主的面前 有人传福音呢 就说传片面的 就说信耶稣吧 信耶稣能治病 信耶稣吧 信耶稣能改变你的一切状况 我们要把人 保罗说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病 他定世家 我们传福音院 要把人一下带到主的面前 用四个人抬来的 这书上写的 四个人 这里很有意思 这个 我们抢救灵魂 为主做工 需要同工 这个四个人 这个身量上去有讲究的 比如说我和姚明 或者 凹尼尔 要抬这个 就是很不协调了 这个他们肯定 不是掉下来 也就把我砸了 就是 这里有个灵异解释 就是身量 比如说一米七二 对一米七二 你得搭配 所以 就是说 我们这个灵异 有个灵事解释 就是在圣经认识 或道童上 要基本一致 说塔利恩 你这个 反正不一致不行 我看 那么有能力的保罗 在选择通工上 最后和巴拿巴 还是出现了分析 这么有能力 所以我们选择通工上 在认知上 在道童上 要选对 这个四个人的身量 因为人多 大家要注意 我这是主题后制 要记住这个 因为人多 就是他们 拆了方顶 把人醉下来了 我们传福音 我们有些人 就只迎合对方 有胆有识 就是老请人吃饭 结果效果还不好 人还没来教会 我见着一个姊妹 就是在教堂认识 我说你怎么信的主 他退休了 国家机关工作干嘛 退休了 你怎么信的耶稣 他说 老伴退休了 儿子美国留学回来 也信主了 但是有个孙子 他就爱这孙子 不看孙子不行 但是子女给他传福音 他不接受 我无神论 不接受 后来 他这家里 我们搞对象 有时候你强功不学 还得秩序 传福音是动脑的 我认为他们付出祷告了 就是采取了激将法 你孙子你也别看了 教堂离你们家挺近 因为他们跟父母 是分开住的 你去教堂 你要不信音符呢 这孙子就别看了 结果这老太子 到教堂 还真被圣灵抓住了 库库弟弟 最后信念 就是我们要正面功上 側面功 他们传福音就很有知 就是敢采访 敢把路的坠下去 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这个 耶稣看到他的信心 说小子你的罪涉了 这个瘫呢 我在北京去过国际教会 有个就是服侍养老院的 每礼拜六我都去 然后我给 去养老院 说你们来干什么 你们做好事 那就给一个瘫子洗澡吧 说这瘫子一个月没洗 我给他洗澡 说哪是一个月 就没洗过澡 把我熏了 瘦不了 就是一块肉饼 四肢都萎缩了 但是我发现 这个瘫子的优点 他的眼神已经特别发达 他一眼就要是能动 我发现这个 他有羞涩的 这个瘫子 最在地下 我想他最大的 能动的地方 也就眼神 他能够 并精在耶稣身上 耶稣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耶稣说 小子你的罪涉了 神能够发现我们 我们就说要有这种 寻求神的心 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第一 无独有偶 我们看第二段经文 就是杀该的故事 我就节约时间 不想多念了 就耶稣来到耶利哥 我们知道旧约中的耶利哥 是罪恶的相声 神怎样刑罚耶利哥 那就是人 赚了七千半 后来他就是罪恶中的城市 罪恶中的人叫撒该 又是瑞士长 又是财主 替罗马人收税的 这么一个人 这里介绍是身量矮小 这个以色列民族走旷野时候 他们窥探外邦人的时候 还有外邦人都是伟人 我们如骂障一般 在这个民族中 这个身量矮的撒该 可能很矮了 就是踮着脚尖也看不着耶稣 估计在这讲道也看不着了 非常矮 但是那个中国有句话 浓缩是精品 我们看见一个世界第一运动 马拉多纳 身高一米六九 能称为球王 你想他的技能 被称为混凝土 撞不倒的 就是你不要小看你身量矮小 拿破仑 有个电影描写拿破仑 有个浴室的洗澡 两个士兵 高大士兵 有夸张的气氛 配备高 拿破仑可能就在这 就是 起完找给他量身高 近高 一米六八 以拿破仑的 拿破仑就是 也没 当时也没修设 但是他很幽默 看看两士兵 不想当将军的 不是好士兵 以拿破仑的身高 要征服欧洲 是很难的 我们想 北欧人种多高 我们成为苏联人 电线杆很高 前苏联经常拿世界冠军 他有个加盟国 叫波罗的海 叫立陶宛 一个小国 人口很少 就是前苏联解体了 他第一任总统 就身高 就达到两米六八 就是他正常男性 就这种身高 以拿破仑的身高 要征服欧洲 是很难的 就靠什么 靠智慧 所以 他是 撒该师 有智慧的人 身量小的人 这里你就别 别再长高了 这个合适 告诉你 联合国有个数字 教科文著 有个数字 就是公布 人类 男性 各种人种 加上平均身高 一米六七 是最具活力的 无论是反应 智力 寿命 日本人寿命最高 所以 真理 你就别让我打告 这个 说到 身量问题了 所以 这么有智慧人 他能捕捉到耶稣 他能够动脑子 爬到伤树 选择最好的地方 耶稣必然经过的地方 他去寻找耶稣 我们的神 耶稣是 虽然具有肉身 他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他在众多的人中 他能够捕捉着 杀该 小子 你快下来 今晚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能够发现 我们每个人的心 所以 我们的每一举动 都在神那里 这里有个 必住在你家里 这个就是说 神在创世以前 在耶稣基督里 他拣选了我们 他定义爱了我们 是神在寻找我们 但是 杀该是一个 有装备的人 他也是身之律法的 他是有悔改心智的 我把我所有的 他不但接待耶稣 他把他所有的 一半要分给穷人 他有悔改 他不但要接纳耶稣 他有悔改心 而且 说我要讹诈了谁 我就 还他四倍 所以我们 也要学习杀该这种 有行为的悔改 不是 嘴皮上的悔改 这个 我们就是总结一下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 什么人 一个是 贪子 一个是 都是罪人 神越拣选那 被人厌恶的 以及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输血气的 在神面前都不能夸口 他要在这些软弱的人身上 显得他的完全 他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能力 是仇敌和报仇的 闭口不言 我们看到 还有一特点 这两个人都是 共性 和我们一样 都是罪人 罪恶从 城中 耶利哥中的 还是罪人 又是财主 我们书上 圣经描写 莫达拉的玛利亚 莫达拉的玛利亚 曾被耶稣赶住七个鬼 最 我想 很大 可能比我还大 但是耶稣 向人类复活的时候 向人类显现的 第一个就是要向玛利亚 而且向他 说话 转达了一些话语 玛利亚也是 第一个向门徒 见证耶稣复活的 而且把耶稣的话 转达给他门徒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你 你罪大 或者你 多软弱 神定义爱了你 他要使用你 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 如果你同意的话 请对你身边说 神要使用你 哈利路亚 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我们发现 他们 就是我 我是故意选了这两段 他们一个是上方 一个是上树 他们在上树干什么 不是中国往上爬 当官 杀该 他们在寻求神 他们在思量上面的事 虽然他们有罪 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智 如果前面我分享的是 绿叶的话 下面我就要出现主干了 也就今天的重中之主 也就是 主题要出现了 我是主题后制的 当然我有个巧妙的灵异 大巧 就是杀该为什么要上树 那个瘫子 为什么要上房 我们看到圣经写的旨意 没人多 我可以分享一个 小的故事情节 也就是上个礼拜才发生的 我参加一个插经会 插经会 大家 常说要看一个老姊妹 是目睹先锋的 叫古婉恒 所以出车阔了 家里也没人看他 我们去看他 说冯弟兄 你 学习的时候 你也去看看 我说他肯定去 到耶稣得埋怨我了 他住院 我怎么没看 我也陪着去了 我不认识他叫什么 叫古婉恒 六七十岁 说那个 现在教会已经 二百多人为他祷告了 两个腿都没了 我们就到医院查明 最后找到这个 大家问寒问暖的 最后 那个老姊妹 掀开她的背后 可能是祷告出现神迹 说这俩腿比以前更健壮 这不是神迹 这神迹是传出来了 这个姊妹腿就没下来 人们说 现在的基督徒爱传话 这一千人教会 要传出一千个话来 这个 世人玩麻将 就四个人传出话 我们教会要大的话 就传话传走样了 这次姊妹已经没腿了 我们看腿还在 只不过肿了 就比以前健壮 其实我们 还得回到刚才那个 为什么他要上书 我看了两段经文里 都有 因为人多 只因人多 迫使他们上书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为什么使他上书呢 是我迫使他们上书的 这个因为人多 只因人多 是已经跟随耶稣的人群 由于我们没有活出耶稣来 我们的行为不荣耀神 所以是我们拦住了福音 是我们迫使撒该上书 瘫的上房 我们的行为不荣耀神 所以是我们 这是我今天的主题 是我们 我们拦住了福音 为什么传福音那么难 尤其传亲人 人家看到我们生命就没有改变 像我这样 信主刚开始 头一年人说 就是这孩子有点缺点 有点懒 信主十年以后 生活不能治理了 就是 就我们改变不大 就是我们 我没有出 活出基督来 我没有接出那属灵的 求证果子来 所以是我们拦住了福音 是我们迫使 杀该上书 贪的上 这是我今天的主题 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主啊 感谢你从罪人中拣选了我们 但是我们信靠你之后 我们没有过荣耀你的生活 求你改变我们的一切 改变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的言语行为 更能荣耀你 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就将荣耀归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冯弟兄 他的分享 很多的亮光 而且虽然他说是灵异解 近期实施